三支六的标题叫生殖 就是介绍人类的生殖系统 那我们先从男性下走 因为男性的生殖构造比较多 结构上比较复杂 但功能上比较简单 我们之后讲女性会发现 女性的生殖结构 结构上比较单纯 但功能上好复杂 我们先从男性下走 男性的性线就是睾丸 所以睾丸先介绍 它就是第一性真 睾丸位于阴囊 睾丸不在体内 你们知道吗 睾丸在外面 不在腹腔里面 因为睾丸里面要产生精子 产生精子所需要的酵素 怕热 所以如果在腹腔中太热 精子没办法生成 你就补运 那这个症状在男生 在人类叫做引睾症 睾丸竟然在腹腔中 没有掉下来 这要动手术把它弄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以后当妈妈 发现你的儿子 怎么睾丸没有出来 那送医院看的 要手术的 不然他长大之后会补运 好我们看睾丸 你们看画面左边这个图 你们说哇睾丸好大 你误会了 这才是睾丸 上面打斜线的叫做副睾 睾丸上面这个附属构造 叫副睾 真正的睾丸就下面这一颗 那你剖开睾丸之后 你会发现 睾丸里面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构造 里面分为一个区 一个区 这个区 一个区 一个区 叫做睾丸小叶 或简称睾小叶 人类的睾丸 每一颗睾丸里面 大概有250个到300个 睾丸小叶 或简称睾小叶 而高小叶面呢 也不是均质的东西 里面有很多细细的丝 这个丝叫做细精管 细细的精子的管 细精管的名字 它是细细的产生精子的管子 叫细精管 它很长哦 一个男生的细精管 加起来250公尺 不是公分 是公尺 很长 因为这个管子的功能 是产生精子 你就明了了 男性在产生精子的能力 有多强 细精管负责产生精子 长度加起来250公尺 它根本就是一个精子的生产线 就是 而且一生当中都在产生 那细精管呢 里面就有很多细胞来 行解负负责产生精子 不过因为你们好像还没介绍 什么叫金母细胞 那是高二材料教的 我就不提了 里面有细胞 行解负负责产生精子 就一直产生精子 那我们基精管 250公尺刚刚讲过 这叫细精管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搞完中的搞完小页 除了细精管还有别的东西 我们把其中一个细精管 横切 这是一个细精管 里面一堆细胞 负责产生精子 可是在细精管之间 这是个细精管 这是个细精管 细精管跟细精管交界处 也不是空心的 有很多的细胞 我现在用蓝色圈起来 这群细胞叫做 尖植细胞在上面 也叫管尖细胞 尖植细胞也叫管尖细胞 我比较喜欢管尖细胞 细精管之间的细胞 就叫管尖细胞 就是我现在画成 蓝色框起来的细胞 在细精管之间 讲到这里 让我回想一下 国中所学 性性有什么功能 性性有两大功能 分泌性激素 及产生配脂 对吧 男女都一样 性性性一定要执行 这两个功能 要不然你就是不合格的性性 产生性激素 跟形成配脂 形成配脂出现了 细精管 负责形成精脂 它就是配脂 而管间细胞 护脚间的细胞 就是分泌 搞固铜 6 也就是雄性激素 两种功能都有了 所以我们的膏alg有分工合作 细精管负责产生精脂 管间细胞或下间的细胞负责产生雄性激素搞骨头 所以性腺的两大功能就有这两个组织搞定 性精管产生精子 管间细胞或下间的细胞产生雄性激素 这是男性的搞完 它是性腺是第一性真